- 陈建州超跑遭追尾 对司机零索赔被在暖心新浪娱乐讯据台湾媒体报道 黑人陈建州作开着要价1580万的麦凯伦超炮外出 没想到却被后方出租车不慎追撞 保险杆都被撞凹 让不少懂车网友都惊呼修车费不便宜 但黑人受访时透露并没跟出司机索赔 被赞佛心 可黑人昨晚在脸书上发文 透露还是非常心疼 黑人超跑昨被出租车司机不小心撞上 据媒体报道 他车子保险杆都被撞凹 但考量维修费可能使司机好几个月薪水 因此他告知对方人没事就好 零索赔的举动也被赞超暖 不过黑人昨深夜在脸书吐真言 透露重点是没人受伤就好 但老实说心还是有点疼 不少网友安慰他看开一点 同时间也不忘称赞他真的很佛心 好心会有好报 陈建州超跑遭追尾 据相关媒体报道 目击这起事故的网友介绍 当时他和妻子在路边等待计程车 结果就看到事故发生 当时应该是出租车司机出现疏忽 追撞到陈建州超跑的左后方 随后双方都下车处理 在沟通了一阵子后 黑人就大度放行了 但从拍下的现场照片看 陈建州脸色铁青 似乎很不高兴 媒体得知情况后 就电话联系了黑人求证 他表示 当时载着范范 范伟奇 道信以威风去修理耳环 然后就意外被撞到 司机跟乘客在事情发生后 也就一起下车跟我道歉 而司机还一度愣在车上不敢下来 他说在车上和乘客在聊天 出现疏忽 不小心车子往前滑 就撞到我了 我心想 他也不是故意的 就直接让他走了 只是希望他以后开车都要小心点 陈建州超跑遭追尾 记者问他 脸色为什么那么难看 陈建州叹气表示 谁遇见这种事 脸色会好看啊 保险杆不仅凹陷 而且出现破裂 我到现在都不敢去问 那个修理费 而对于记者的关心 陈建州则表示感谢 看来真是好脾气啊 陈建州开超跑遭追尾灵索陪 深夜却吐心声 据台湾媒体报道 黑人陈建州做开着要价 1580万的麦凯伦超跑外出 没想到却被后方出租车不慎追撞 保险杆都被撞凹 让不少懂车网友都惊呼 修车费不便宜 但黑人受访时透露 并没跟出司机索陪 被赞佛心 可黑人昨晚在脸书上发文 透露还是非常心疼 黑人超跑 昨被出租车司机不小心撞上 据媒体报道 他车子保险杆都被撞凹 但考量维修费可能是司机好几个月薪水 因此他告知对方人没事就好 零索赔的举动也被赞超暖 不过黑人昨深夜在脸书吐真言 透露重点是没人受伤就好 但老实说 心还是有点疼 不少网友安慰他慷慨一点 同时间也不忘称赞他真的很佛心 好心会有好报 阿娇下周洛杉矶出嫁 等美嘉演唱会结束 阿娇今年1月接受 有一届王阳明之称的台湾医生 赖红国求婚成功 外传在25日与洛杉矶举行婚礼 阿娇与阿萨已经飞往加拿大温哥华 预计在演唱会暂告段落后就嫁做人妻 由于阿娇与阿萨所属的团体 TWINS成军刚满17年 阿萨也在IG秀出两人合照 并写下 Happy 17TH Anniversary 无论日后路怎么走 彼此老有角色似就 阿娇的老板杨瘦成一项滕塔 也献上价值750万港币 约新台币2890万 的上海小豪宅当贺礼 为他祝贺 据传这场婚礼 只有亲朋好友参加 双方家长不会现身 之后才会回到台湾 香港各办婚礼 并请双方家长一同出席 李连杰经现80岁老太大逆转 豪宅最新照曝光年级55岁的李连杰 因为离病 作品量锐减 再加上药甲状献抗禁服药 日前最新照片流出 看起来就像是80岁 让外界相当唏嘘 虽然李连杰未有回应 不过有其他媒体翻出他近期照片 是大陆节目陆玉有约大咖一日行的近照 只见李连杰与陆宇在豪宅内饮用粗插淡饭 看起来相当血液自然 在这段影片中 李连杰艳情陆宇 虽然是剪餐小菜 但看得出李连杰的心意 而他表情红润 气色不错 证明其实身体状况还是很好 也很享受这样的平淡生活 不过因为这系列节目的大明星们 每一回都是邀请陆宇到知名餐馆享用美食 只有这次是粗茶淡饭 但只要看到李连杰状况良好 那就好了 陈建周开超跑遭追伟林索陪 深夜却吐心声 据台湾媒体报道 黑人陈建周作开着要价 1580万的麦凯伦超跑外出 没想到却被后方出租车不慎追撞 保险杆都被撞凹 让不少懂车网友都惊呼 修车费不便宜 但黑人受访时透露并没跟出司机索陪 被赞佛心 可黑人昨晚在脸书上发文 透露还是非常心疼 黑人超跑左被出租车司机不小心撞上 据媒体报道 他车子保险杆都被撞凹 但考量维修费可能是司机好几个月薪水 因此他告知对方人没事就好 零索陪的举动也被赞超暖 不过黑人昨深夜在脸书吐真言 透露重点是没人受伤就好 但老实说 心还是有点疼 不少网友安慰他看开一点 同时间也不忘称赞他真的很佛心 好心会有好报 完蛋糕 壮小